日本早餐 嗨,我是Iba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日本的早餐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集呢 就是我現在遇到了片框 那距離下一次出國的時間還有三週 所以就想說那藉由這個機會 我們來嘗試一點不一樣的旅遊影片 那影片中呢 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日本的早餐有機動選擇 那這個呢 就要從我一開始旅遊的時候才說起 我一開始就是走飯店的路線 我在訂住宿的時候都會順便訂早餐 然後我就會去看它的早餐 豐富豐盛 然後在選擇飯店的時候早餐就是我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指標 那像我去住溫泉旅館的話 我就一定會訂飯店的早餐 因為通常他們就是 會提供非常多樣的選擇 有日式有養吃 那像我覺得這一類型的早餐其實是 蠻適合就是跟朋友或家人 大家一起出去的時候 吃的,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時間去吃 然後時間到下一集 如果你是一個人單獨出去的話 其實我就蠻推薦大家去驗一下當地的早餐 那隨著時間的演進 開始的第一個旅行的時候 就會想說要把他一直省錢 然後就會進入到有可能是 前一天去買麵包啊 或者是去咖啡店買三明治 那最近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去吃茶店吃早餐 因為他會提供一個非常簡單的set 有吐司蛋跟飲品 然後價格也蠻便宜的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又加上日本他們是一個非常喜歡吃麵包的民族 就是以前看日劇的時候 他們早餐就是吃的很簡單 就是一片烤吐司 然後再吐火醬就解決了 那以前我還從日本扛麵包機回來 而且連酵母粉都從日本買回來 就是什麼都從日本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之前的影片 我們就會去超市買很多 有的沒的 如果還沒看的話記得 可以點上面的資訊來去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主要分享的是吃茶店 那在日本咖啡廳其實有分三種 一種是吃茶店、咖啡、咖啡店 那他們的主打的內容不一樣 那像咖啡店的話 他的咖啡可能就會特別的講究 第一次接觸到到早餐是在岡山的時候 因為當時我們的飯店沒有包含早餐 所以就要在附近尋到 就發現有很多這種小店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很簡單的set 那我們在高山的那一家 他還有提供沙拉 我覺得他這個就是每一家組合 會有點不同 就還是看店家 那我們這次去的呢 是在上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家咖啡王朝 那我們去的時候大概是9點多 大概等了半個小時左右 一進到店裡看到他的裝潢 就是那種滿滿的昭和時代的裝潢 在裡面都是當地的日本人 然後大家都是很安靜喔 然後悠閒的就是吃早餐 看手機做自己的事 那在裡面呢 我們總共點了兩個餐 一個是三明治 快來就是剛剛我說的那種set 那這一家非常特別就是他的吐司 非常的厚 這個吐司應該就是我目前吃到最後的吐司 上面也是鋪了一層奶油 然後就烤過很香 吃完了之後呢 就去阿美恆丁晃晃 那這邊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有一些吃茶店裡面是可以抽煙的 像我們上次去大阪的時候 就是整間就是煙霧瀰漫 所以如果不喜歡煙味的人 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茶的時候要確認一下 裡面可不可以吸煙 不然白跑一趟就會更憤怒 那如果說你是想要去外面吃早餐的話 除了吃茶店之外 它其實還有那種專門的日式set 體驗一下當地人早餐的風格 因為像我之前去越南的時候 去外面吃早餐 就覺得哇 很不一樣 因為是吃的是月食 那個真的是蠻好吃的 就早上你就在那邊喝湯 然後就想說這麼樂 可是那個早餐真的是蠻不錯的 然後像我查京都可能 其他就會有提供那種日式的盒菜 像京都就會有那種很小很小的set 但是我們還沒有吃過 就可以排斷下一次的行程 像以前跟我媽出門的時候 她就是六點起床 她以前會等我們吃早餐 她後來都不等 她就覺得你們真的是睡太晚 所以她也養成了 她自己會去吃早餐的習慣 我覺得對長輩來說 還是飯店的早餐比較適合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下樓去吃早餐 其實好像也是蠻挑戰的 因為我記得她第一次自己去之後 回來很得意跟我說 我今天自己去吃早餐 不一樣的風格 主要還是取決於你跟誰去 然後你的行程怎麼安排 如果你是這種很多人一起旅行的話 我覺得飯店的早餐是一個好選擇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人自由行的話 我就可以推薦你去選這個 當地人會去的早餐店 那像還有其他的 像那種早午餐或者是市場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的日本早餐分享 那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去日本都吃什麼樣的早餐 那如果想按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 Facebook和IG 那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